美国有一位最年长的参议员 89岁 他是加州民主党的范士丹 这次因为感染带状抛整 2月就开始向国会请假 一直要5月10号才回到办公室 89岁年事真的很高 而且他长期因为请病假缺席 因此党内也爆发了 他是不是能够继续升任 他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一员 在他缺席的时候 民主党因为少了他这一票 所以很多法案推动不了 这个礼拜 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公布 他在国会访问 这位89岁议员的录音党 认为他似乎在应对思考上面 目前有些状况 虚弱到无法走路 得由旁人搀扶坐上轮椅 高龄89岁的加州民主党参议员范士丹 因感染带状抛整 从2月开始请假 本月10号终于回到了国会山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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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寒暄后就进入国会准备上工 对记者们关心健康情形 他不愿多说 身为目前美国最年长的参议员 范士丹能否继续升任 引发关注 始终只回答这句话 坚持自己已经恢复许多 不过本周洛杉矶时报记者 录下他在国会与范士丹的对话 质疑他的应对思考出现问题 时饭是单机退化还是没有理解记者的提问 引起各方揣测 像范士丹这样高龄国会议员并非首例 参议员实状色蒙做到100岁才退休 是美国政治史上最年长的参议员 劳伯伯德在参议员任内直到92岁高龄去世 两人都曾面临其他国会议员的质疑 这回资深参议员范士丹健康亮红灯 也让同事们对于他的去留问题感到为难 身为参议员司法委员会的老战友 议员们念在过去共同打拼的多年勤奋 部分党派都不愿把话说死 范士丹在司法委员会任内表现亮眼 2020年时任总统川普提名的大法官人选巴瑞特 就在听证会上被范士丹的质询逼得难以招架 最后更被范士丹言辞反对 由他担任大法官 但是范士丹因病长期请假缺席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少了他这关键一票 让民主党在运作上难以与共和党相抗衡 上个月曾表决过是否找寻替代范士丹的人选 最后遭到共和党反对而作罢 范士丹因为身体状况不佳 被迫拒绝了许多机会 今年1月他才以健康为由 放弃了担任参议院临时主席的职位 如今面对外界排山倒海的质疑声浪 他17号出席了参议院的表决投票 虽然可以起身走路 但看起来仍相当虚弱 范士丹也缺席17号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会议 究竟能否继续履行职务 他的办公室只强调一切正常办公 但会将范士丹的日常工作排得比较宽松 让他有时间稍作休息 继续为选民服务 TVBS新闻综合报道